这是一群无辜的女性 她们在民众的欢呼声中被扒光了衣服 随后死在了汹汹燃烧的火焰中 她们就是中世纪的女巫 在短短300多年里 有数万女巫被处以急刑后死亡 也许在前一秒 她还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 但在下一秒 她就被架上火堆 原本深害她的家人在旁边再歌再舞 庆祝逃离女巫的魔爪 可你知道吗 这群被处死的女巫 一个魔法也不会 她们就是像你和我一样的 是再普通不过的人罢了 为什么她们会被冠以女巫之名虐杀 为什么当时的人竟对她们有这么大的敌意 在没查阅具体资料前 我原以为这就是迷信愚昧造成的冤案 但当我真正去查阅资料时却发现 这其实是在政治势力精心谋划下 有意引发的悲剧 悲剧的来源要从15世纪的欧洲说起 那时的罗马教廷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 神的光辉杀满整个欧洲大陆 教廷可以随意的发动战争和征收赋税 权力达到巅峰的教皇 甚至能直接命令国王下跪 但是随着饥荒灾害频繁发生 以及教会内部的腐败 人们越来越不信教会 有些人甚至放弃了对神的信仰 转合信仰科学和超自然的巫术 为了挽回民众的信仰 罗马教廷将一切的天灾人祸都归结于巫师上 无论是疾病的肆虐还是饥荒的蔓延 甚至加了意外深固 都说成是巫术作用的结果 除此之外为了进一步巩固权力 教会一边大事炫朗巫师的邪恶 一边勾结王权 主张合法逮捕和处死巫师 就这样长达三百多年的猎屋运动开始了 刚开始猎屋运动还只是小打小闹 民众并没有把猎屋当回事 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公开驱逐 那些胡作非为的猎屋专家 但在1487年 一本教人们如何判别女巫的教科书 《女巫之锤》出版了 这本书将原本就荒谬自己的猎屋行动 推向了另一个更黑暗 也更加残忍的方向 猎屋行动变成了一场针对女性的大屠杀 书的作者是雅各布·斯普伦格 和海英·里希·克莱默 他们是异端审判所的审判官 所谓异端审判所 在历史上的名审也十分难听 他们是替罗马教廷 清除异教徒和科学人士的工具 在异端审判所猖狂的几个世纪 无数无辜的人被害死 其中就包括提出日星说的 戈白宁和法国民族英雄圣女贞德 《女巫之锤》在发布后 很快就收到了欧洲民众的欢迎 几乎家家户户都背上这样一本书 在巅峰时期 这本书的销量仅次于圣经 我从书中找到一些设定 发现他们在现代的影视作品中 也十分常见 比如巫师是魔鬼的使者 他们修习骇人的巫术 代替魔鬼行恶 而且由于女性的欲望比男性更强 所以更容易被魔鬼诱惑 沦为可怕的女巫 另外还有一段描述是这样的 女巫会在夜晚时 骑着哨把参加魔鬼的聚会 他们会在聚会中吞食鹰海 然后和魔鬼滥交 不知道你们印象中的女巫是什么样子的 但在我的脑海中 邪恶女巫的形象 基本上与书中一致 这些可怕的描述能够流传至今 逐渐女巫之锤的影响力是多么的巨大 可是比较讽刺的是 这本书有很多自相矛盾的问题 如果一个女人性格孤僻 说明她经常进行私密的巫术活动 如果一个女人经常和朋友聚会 说明她在进行迎接魔鬼的仪式 如果一个女人生了很多孩子 说明她用巫术偷取了别人的生育能力 如果一个女人没有生孩子 说明她为了修炼巫术 放弃了自己的生育能力 在我看来 这些规则简直是荒谬自己 但是这依然不影响洗脑严重的欧洲人民 将她奉为猎物宝典 在女巫之锤的指导下 人们越发疑神异鬼 女人不管做什么 都有可能被怀疑是女巫 就这样无辜的欧洲女性 被这些匪夷所思的依据 推到了孤立无援的位置 只要有一丝风吹草动 她们就会被安上女巫的罪名 处以畸形 有历史学家推测 这本书之所以要把女性定为重点的猎杀目标 是因为在当时 欧洲女性的社会地位普遍较低 并且罗马教廷的教义 也是主张男尊女卑 我甚至有一个大胆的猜想 女巫之锤的畅销流行 是否有罗马教廷在背后推波助澜的作用呢 而一旦被怀疑是女巫 就要接受十分残酷的鉴别方法 比如在大庭广众之下 扒光所有衣服 剃光头发以外的所有体毛 看看身上有没有代表女巫的印记 痣 胎记或疤痕 如果没有 那就用针吃遍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如果有一个部位没有流血 就说明是女巫 如果还没有发现的话 那就将人推到河里 扶上来的就是女巫 沉下去的才能说明无罪 这些鉴别方法 对当时保守柔弱的女性而言 无疑是充满耻辱的酷刑 很多所谓的女巫 不是被驱打成招 就是在惨无人道的鉴别过程中死去 即使她认罪 还会被逼迫指认其他女孩 我在BBC的一篇新闻中 找到了9岁德国女孩克里斯汀的故事 她在酷刑的折磨下承认了女巫的罪名 并供出了15个同谋 而这些同谋在严刑拷打后 又牵连出了其他人 最终总共有58个人被定罪 当女巫罪名落实后 等待女巫的便是痛苦的祸刑或侥刑 自然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称极作恶 男子得不到心爱的女子 就举报她是女巫 这样就能在鉴别时 明目张荡地看她赤裸的身体 贪婪者为了更多的财产 故意举报单身有钱的女性倾体 丈夫举报自己厌烦的妻子 不费摧毁之力就能除掉她 随着猎物运动的愈演愈烈 本心善良者也为了质保开始相互检举 就连家人之间也开始互相举报 秋生的欲望驱使大家抛弃了良心和感情 而令人震惊的是 这场滥杀无辜的猎物运动 居然在欧洲大陆上持续了三个多世纪 甚至蔓延到了欧洲在美洲的殖民地 在几百年的时光中 虽然有很多民众反对猎物行动 但直到18世纪中期 在中央政府利益强大和法律法规逐渐完善下 这场针对女性的猎物运动 才从欧美的历史上逐渐消失 据不完全统计 至少有十万个无辜者 在这场绅士浩大的猎物运动中死去 其中女性的比例高达80% 比较讽刺的是 在这长达三个世纪的猎物运动中 我几乎查阅不到巫术骇人的资料 看到的只有一桩桩触目惊心的惨案 在瑞士 乞讨为生的老妇女凯士林·雷彭德 仅仅因为咒骂了拒绝施舍她的路人 就被安杀了女巫的罪名 在美国 貌美多金的寡妇格雷斯·蛇伍德 因为略通医术而被指控使用巫术 被迫接受了八年的牢狱之苦 在德国 刚当上邮政局长的凯士林娜·赫纳特 因管辖区域内出现灾害而被认定是女巫 最终被处使在了火星台上 这些惨案的发生 无疑是被教会的力量所操控的 但人性中的嫉妒 贪婪 狠毒 无疑也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或许正如冬夜龟无所言 无法直视的 除了太阳 还有人心 在漫长的历史中 类似猎物运动的事件还有很多很多 当我们处于好奇去看的时候 可能会感到匪夷所思 但当我们认真探索背后的真相时 就会发现 所有事件的发生都有利益的推动 如果大家感兴趣 关注弗洛伊德 并在评论下方留言 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讲讲类似的故事